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馆长徐晓东 我是副研究员童宇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 中国古代黄金工艺研究项目 以及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中国古代黄金工艺与传承这个展览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是中国博物馆界里面 最早进行系统的黄金工艺研究 以及展览的博物馆 那么2014年开始 我们很荣幸能够得到 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的全力资助 开展中国古代黄金工艺的研究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分成两期 第一期的项目从2014年开始到2018年结束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出版了中国古代黄金工艺 一的研究报告 而且呢也同陕西文博机构合作 举办了错彩楼金陕西出土 中国古代经营器的展览 那么第二期的研究 从2018年开始到2023年 那么这一期我们也出版了 中国古代黄金工艺研究报告 以及现在的这个展览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 我们将关注第二期研究里面 比较关心的几件工艺 包括错金银 碱金银 金丝的制作和应用 那展览的单元呢 也是以这几种工艺为止而划分的 那下面我们就可以跟随厕展人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这几种工艺 那碱金银呢 是黄金在其他器物上面 表面装饰的一种 这个字呢就念作碱 就跟碱少的碱是同一个音的 那么在明代的文献里面 就把这个碱字注音为碱少的碱 那么碱金银工艺的 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呢 是在金属的表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铁或者铜的表面呢 先凿刻出浅浅的交叉的音刻线 然后呢 把金箔片金丝或者是银箔片银丝呢 再附着在这个金属的表面 用物理的按压的方法 让金片银片跟那个机体的表面 结合的非常的牢固 这种碱金银的技术 如果说我们从宋元以来的文献来看 那么它最初呢 是出现在金代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最早的出土的食物呢 是在明初的山东的鲁花王墓里面出土的 那么从鲁花王墓出土的 那么成熟的碱金银工艺的制品来看呢 碱金银工艺在元代的出现 应该是无容置疑的 因为这也有文献的证明 那么它有没有可能跟文献说的 可以找到金代呢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出土的食物 但是从传世的私人收藏品看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碱金银工艺呢 虽然起源于北方 但是呢 在南宋晚期的时候 已经传到了中原的汉文化的地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碱金银顶呢 我们定它是明代晚期的一个一件文物 那么首先从它的顶的造型来看呢 它显然就是仿古的 仿三代的青铜器 那么但是表面的装饰 你看像很多的凤纹呢 莲花的这个纹饰呢 那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图案 那大家会看到 尤其是两个耳那边 它的那个雷纹 它也是用碱金银的办法来做出来的 非常的细致 那么我想介绍的第二件的展品呢 是这一件的碱金银的乐 那么这一件东西呢 是应该是跟藏传佛教 非常有关系的一件法器 那么它的表面 比如说它的文字 包括它饼上面 跟那个月盐上面的一些黄色的黄金的那个装饰呢 它都使用碱金银的办法 将金片附着在这个器物的表面形成的 所以呢 碱金银其实可以同溜金跟错金银 可以达到一个同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其实在铁器或者铜器的表面 用碱金银的方法去装饰呢 它的效果呢 是可以达到错金银跟溜金的 这面同样的一个很华丽的那么一个效果 那么为什么从早期的错金银 会发展出晚期的碱金银的这种做法呢 那么学者推测呢 很可能就是跟铁比较硬 不太容易在表面挖出槽来 那么可以用碱的碱金银的这种方法 更加的简便 并更加的容易 但是呢 效果呢 又差不多 当然有学者现在觉得 马家园地区出土的这一批东西 就是碱金银 那我想这种定义 可能似乎它对于碱金银 到底这种工艺是怎么定义的 因为马家园的出土的铁器 确实它也是在表面 有金的一个装饰 那么它是不是跟我们现在晚期的 至少是袁明清以来的碱金银工艺 是一样的呢 那其实这个是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碱金银工艺除了在中国有之外呢 其实在欧亚地区很大的范围里面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技术存在 那其实是一个分布非常广的一种工艺 那么这种工艺呢 其实在欧亚大陆分布的非常的广泛 那么现在这一次我们的展览呢 就选取了印度 伊朗 也门 高加索地区的这个碱金银的展品 那么大家会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还有日本的 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不同地区的 碱金银工艺的它的使用的情况 好 那这次展览呢 其实我们分为了四个单元 包括 错金银 碱金银 金丝的制作和应用 以及其他的一些黄金的工艺 那主要呢还是回应我们研究项目里面 比较关注的 错金银 碱金银 还有金丝工艺 那我们先来介绍错金银 所谓错金银呢 其实就是中国在那个东周时到东周秦汉时代 开始流行的一种在青铜器表面 镶嵌这个金银的作为装饰的一种工艺 那它首先呢应该是出现在春秋时期的一些兵器上面 那然后呢慢慢的发展和演变 到战国晚期呢 错金银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那么就工艺来说呢 其实错金银呢 基本上应该是分为金丝和或者是银丝的镶嵌 以及金片或者是银片镶嵌两种的类型 那一般来说呢 金丝的镶嵌呢可能比较简单 大家想的就是在青铜器表面铸造 或者是挖一条槽 然后把金丝藏在里面 那但是片的镶嵌的工艺呢就比较复杂 那它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呢就可以跟随我们的展品 来看一看这些各种不同的 啊 晶片装饰的一个镶嵌工艺 那么晶片镶嵌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呢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镶边法 就是在文室的边缘呢 在战克一道深槽 然后呢把晶片的角啊 或者是边缘的部分呢嵌进去 从而固定整块晶片 不过一般在文物上面 如果那个镶嵌比较完整 没有脱落 其实很难看见它槽的形状 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些检测 那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是X色线的检测 那由于晶的那个密度比较高 那比铜要高 所以呢一般的那个X色线很难穿过 那就会在底片上面呈现一个比较亮的 高的亮度 那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们检测的这一件 那个青铜的那个代沟 它的纹饰的 错经的纹饰的边缘呢就尤其的亮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边缘呢 那个黄金尤其的多 那所以就推断它应该是用了这个镶边法的一种技术来进行镶嵌的 那当然除了镶边法之外呢 也有其他的方法来镶嵌这个块状纹饰 那比如说也有一种啊 我们检测到文物上面是 先占一个槽 然后呢在槽上面先把金丝镶嵌进去 然后呢再把晶片垂接在这个金丝上面 那所以呢通过那个显微镜来看 可以看见那个金丝 金片很明显是叠在金丝上面的 那这样呢也是一种可以那个镶嵌晶片的方法 但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呢 其实它文式设计的风格是有点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呢像是镶边法呢 它的文式呢就比较灵活 它那个片啊 你看到它的文式是有片有丝 然后片和丝呢有相互接驳的部分 但是呢如果是用这种先镶嵌金丝 再把晶片垂接在上面的方法 那它的文式呢 一般晶片和金丝呢就不相交叠 是完全平行的 那所以非常有意思就可以看到工艺呢 其实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式的一些设计 那块状文式装饰的方法 除了镶嵌一整块完整的金片之外呢 也有别的方法 那比如说通过这一组代沟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那个显微镜的一个检测 可以看到原来看起来像一块的金片 其实啊是由非常多不同的金丝盘卷而成的 那这样的方法呢 那这样的方法呢我们称之为磐丝法 那磐丝法呢其实在红铜镶嵌里面呢应用的不少 那所以呢金丝啊金里面用这种方法呢 也可能是承袭是那个红铜镶嵌的技术 那么在研究这个镶嵌工艺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非常注重工具的研究 但是大家知道可能考古出土的文物呢 都是比较精美的艺术品居多 真的是工具呢其实非常少出土 而且可能工具是铁制的 它容易腐朽所以不容易看见 不过文物馆呢这次展览呢 有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 它保留了一些这个工具的痕迹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件 搓金银的还有这个镶嵌这个玻璃珠的这一件代沟 那这一件代沟呢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它其实是一件我们叫做改制品 它原来呢工匠应该是先打了一个底稿 那底稿里面呢应该已经有一个文士 它的文士呢原来我们连接它这些痕迹 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四条龙相互缠绕的这样的一个文士 但是后来呢不知道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原因 它最后呢改变了它原初的文士设计 从来呢就改成了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几何的 几何抽象的植物纹的这样一种搓金银的装饰 但是它原来打稿的那个战刀的那个痕迹呢 却留在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战刀啊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细小 那其实呢可以想见当时工匠所用的战客的战刀的 那个形状 然后它打稿呢 它那个潮可能原来也不是刻的非常的连续 它是断断续续的先打一个稿 然后呢最后再把整一条那个文士连接起来 那所以通过这件文物呢 我们就可以想见当时这种战金银工匠 它制作的一个第一个步骤 就是先刻槽的那个工具的样子 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文物 那除了这个我们平常讲戳金银 还是比较关注在青铜器上的戳金银 因为其实它是中国青铜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装饰技术 所以大家讲戳金银呢 一般都是讲青铜器 那但是其实在这个战国时代呢 也已经有了铁器的出现 那我们其实在一些非常少的例子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在铁器上面 富士晶片银片的一个装饰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叫它铁挫金的一个工艺 那铁挫金的工艺呢 其实应该说和青铜挫金呢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因为青铜可能比较柔软 容易战克一个身朝 那然后金丝啊晶片藏在里面呢 表面还可以进行打磨 所以呢你手摸起来呢是比较光滑的 但是铁它比较硬啊 它不太容易的战克这样的身朝 让金丝化的晶片完全的嵌入进去 那所以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别的方法 那像这一件的铁挫金的代沟呢 我们推断它可能使用了一种 我们叫做整嵌法的方法 那首先呢可能是在整个代沟上面 刻一些涡纹的一个纹饰的槽 然后呢再把整个那个晶片呢 就按压在上面 然后呢再把那个就是那些纹饰的部分呢 再挑刻出来 那我们就叫它做整嵌法 那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 那个是晶片附试在整一块的那个铁上面 这种方法呢其实可能在稍找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草原上面呢 可能可以看到草原比较喜欢装饰那种铁制的兵器 那它呢也会用这样的一种类似的工艺 来处理的冰室上的一些金银的装饰 所以这样的工艺有没有可能是受到域外的影响呢 我想是可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个课题 那么除了错金银还有减金银这种 就是把金镶嵌在其他金属器物表面的工艺 这一期的研究呢 我们也研究了几种基本的那个工艺 那比如说金丝的制作和应用 就是古代呢是怎么制作一条金丝的呢 其实方法呢应该主要说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锤叶制丝 就是把那个金呢 金块可能慢慢锤打 打成一条非常细的长丝 那这种方法呢 当然是比较直观的一种方法 简单直接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它做出来的丝呢 毕竟是手工锤叶制作 不容易平均 那要怎么做出一条比较平均的丝呢 其实呢 方法就有一种叫牛卷法的方法 那我们检测一些 在战国晚期啊 汉唐时候的文物呢 就会发现一些金丝上面呢 其实是有一些牛卷纹的 或者是一种螺旋纹 一种斜的一个裂缝在金丝上面 那通过这种裂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金丝啊 并不是石心的 它是半空心的一个状态 那推断它的制作方法呢 就是先拿一条 一片比较长的这个长金片 然后呢 牛卷 然后呢 放在两个平面中间呢 去滚膜 这样呢 就可以滚出一条 非常细的一个金丝出来 那这种方法呢 其实我们就是 我们所说的牛卷法 牛卷法的技术呢 就是通常是需要非常细微的检测观察 才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呢 看到比如说我们这次展览的 这件展品呢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SEM 就是扫描电竞的一个检查 那把它放大到非常多倍 因为扫描电竞和那个光学显微镜不同 就是它是那个电子信号打过去 那所以呢 它的一个放大倍数 会比那个光学显微镜更高 但是它图像呢 就是黑白的 不过可以看到更清楚 更加的立体 那从这个扫描电竞呢 就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 这个金丝表面的这种螺旋纹 或者这个裂缝的痕迹 那从而推断呢 这样一件器物呢 其实就是这个牛卷法制作的 那牛卷法工艺呢 其实应该说是一种 外来的工艺 那可能最早呢 在中亚一些地方出现 然后呢 就在古希腊的时候 其实把它使用的是炉火纯青 这种技术 那么随着这个 随着这个丝绸之路啊 慢慢慢慢的就在 现在在战国早期 应该说已经传到了中国 那我们最早呢 是可以在真喉以目的那种 金弹簧形器的表面呢 那种金色表面 就看到这种螺旋纹 那目前呢 这是我们找到出土文物里面 比较早的一例 那随后呢 这是汉唐之间呢 其实非常多的金丝 仔细看了 都是这种牛卷法的制作 可能受到这种西方工艺的影响 那么除了牛卷法之外呢 另外一种标准的 批量的制作这种 长丝的工艺呢 就是我们现代金弓所熟知的拉靶法 就是把一条那个比较粗的一个金丝呢 透过一个我们叫拉靶板的一个 那个拔丝板的一个那个器械啊 就是拔丝板上面呢 有非常多锥形的小孔 那么这种小孔呢 一边大一边小 那把金丝呢 从那个大的那边进入 小的这边抽出 因为黄金呢 比较柔软 那所以呢 每进行一次拉拔呢 它的直径就会变得更小 然后呢 那个长度变得更长 然后呢 多次在这种的直径 逐渐减少的那个小孔里面拉拔呢 那个金丝呢 就变得又细又长 那这种方法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其实呢 现在的学界呢 还有一点疑问 那不过呢 从我们的文物检测上面来说呢 我们觉得至少在东北亚地区呢 可能是那种技术 这个产生的一个源流 那我们在不少 就是说中国东北啊 或者是朝鲜半岛 早期的一些器物上面呢 都可以 金丝的器物上面 都可以看见这种 拉拔所造成的这种平行纹的痕迹 在扫描电镜下面呢 它呢会有一些平行的 这样的一些直纹啊 就是一条一条的 那就比较像是这种拉拔板 拔丝板 透过拔丝板所产生的那种痕迹 那一般像最早我们 找到在麸鱼啊 一些文物上面啊 到了后面一些高距离啊 鲜碑啊 新罗啊等等一些文物上面 都可以看到这种拉拔的痕迹 那么所以呢 很有可能这种拔丝技术呢 是从东北亚这个地方产生的 然后再传到欧亚大都各个角落 就慢慢演进 变成我们现代金工啊 所熟悉使用的拉拔法制丝 那拉拔法制丝出现之后呢 它可以做到 它可能一开始还没有这种牛卷法制丝 可以做的丝这么细 那不过经过慢慢的演变啊 材料的改进啊等等 那慢慢呢 它也可以制作的非常细的金丝 那逐渐呢 就把这种牛卷法给淘汰了 那所以现在呢 牛卷法呢 就不常用或者呢 它只是用在金线 比如说纺织品上面 但是呢 真的是一条 做一条丝来就是 做我们后世所说的蕾丝啊 等等工艺呢 还是用拉拔法来做的 那从文献记载上来说呢 其实网民呢 应该是拉拔法记载的 比较清晰的一个时代 比如说有 我们有天空开悟这样的书 它有这种拔铁针的这个技术 其实就非常接近于拔金丝 那看像金瓶梅啊 一样的一类的那个小说 有时候也会介绍到啊 采用这个拔丝 先拔丝 然后再做这个底级的这样的一些记载 那么所以至少知道在 晚明的时代 至少这种拉拔法 是非常的流行的 那么再往前追溯 那可能呢 像宋代啊 或者是唐代 偶尔都会有一些器物 或者类似的那个名词的一个记载 那么呢 到底 但到底这种工艺是 具体是怎么制作 怎么使用 或者它跟晚期 早期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那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金丝制作好之后呢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 应用在器物上面 那刚才可能看到比较直接一种 就是焊接在器物表面 这为装饰 但是金丝呢 也可以做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 把它那个套接 或者是编织成为一条长的链 这样才可以佩戴 那这次的研究呢 其实我们主要研究了 中国古代的 主要的一些那个金丝 金链的一个制作技术 那其中呢 就包括最基本的 我们叫做连环法的技术 那所谓的连环法呢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环 扣着一个环 环环相扣 最后扣成一条 非常长的长链的技术 那这样呢 它可能是在金丝制作技术 没有那么成熟 很难制作一条长丝时候 所使用的一种 主要的制链技术 那最早呢 我们找到的样本呢 是在那个战国晚期 出土一些经验 连环法扣接而成的 那当然呢 通过改变它的扣接的结构呢 也可以使这个链呢 有不同的那个形制 那比如说呢 最简单的 我们叫做双层连环 所谓双层呢 就是指一个金环里面呢 扣有两个金环 那第二个金环里面呢 扣有第三第四层金环 这样环环相扣 那这样扣出来的金链呢 它其实比较致密 它因为一个环里面 就多了一个环 另外呢 其中一个环断链呢 整条金链也不会断 那是这样的一种 套接方法的一个优点 那像我们呢 现在所看到的 这件展品呢 大家看到它的 非常的致密 它就应该是用 这种双层连环 来套接而成的 而且呢 可能那个套接之后呢 它还进行了 一定的拉拔的动作 把它中间的那个空隙呢 就是拉拔紧密 那同时呢 其实通过拉拔呢 也可以使这个链呢 更加的柔软 那所以呢 就是 这是那个古代 主要使用的一种 那个制链的一个技术 那当然呢 我们后来呢 也有一种改变它的结构 比如说 像这种双层连环呢 它一般做出来的链子呢 不是太圆 那有些时候 可能是比较方的一种 那样的形状 那为了使这个链更圆呢 你就必须增加它的切面 那所以呢 又产生了一种 我们说的双路的技术 所谓双路技术呢 就是一层的那个金链里面呢 它其实是有十字交叠的两个环 就像就指向两个路 所以叫做双路 一层里面有两个环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切面的数量 从而使到整条链更加圆 那所以呢 这是改变那个涛接的方法 让那个链更圆更粗的一种方式 也非常的巧妙 那当然这种双层的结构呢 也可以和双路的结构 互相的联系起来 做成我们所说的双层双路结构 那这样的结构呢 边缺的链子呢 就又圆又密 那所以呢 就是应该是古代世界里面 就是制作最精湛的一种经验 那像我们说在这个湖南长沙五里牌 出土的一条那个金的那个手环 它的那个金链呢 就应该是这种双层双路的方法来套接的 那当然呢 之后也会 这个金链呢 也会有一些别的一个形状的一些更改 那比如说像 如果觉得像这种双路的连环 它一层里面要堆叠 十字堆叠两个环呢 比较麻烦呢 那也可以用一种 我们叫做多取连环的方式 就是先做一个大的环 然后呢 把它曲折变成了像一个花的形状 那然后呢 再把这种这样的花的形状呢 一个个套接 那这种我们叫做多取连环的一个方式 那么也可以使得整条金链呢 更加的圆了 那这次展览呢 为了能让观众更加直观的体会到 各种古代 中国古代各种链的不同呢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 黄铜制作的复原实验品 那大家是可以在展地里面去上手 触摸的 那么以下我看到的这种呢 就是刚才我介绍的几种结构 比如说大概看这种最书的这种呢 就是这种单层单路 最简单的连环法的结构 那这种呢 就是双层的这个结构 它就比较密 但是它的链子呢 就比较方 像一个方形一样 那那这种呢 就是双路结构 那它呢摸起来呢 因为它切面多 所以它呢就比较圆 那最后呢 也有这种双层结构和双路结构相互 就是合起来 一起使用的这种双层双路的结构 这样的链子呢 就又粗又圆又密 那当然了 这种像这种连环法的结构呢 我们一般说呢 它就出自于这个战国晚期 那到了 其实到了明代晚期呢 中国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技术 我们就叫做单丝偏结技术 那所谓单丝偏结呢 它跟连环法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连环法它偏链 它的基本的单位呢 是一个环 一个连环嘛 就是一个环 但单丝偏结 它的基本单位呢 是一条丝 就是单丝 那这样的一个偏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一条丝 然后呢 互相绕出几个环 然后再在下一层 套上一层环的那个交叉点 这样一层一层的套接而成的 当然了 它也可以有单层 或者是双层的结构 让这个链子更密 不过呢 就是这个单丝偏结法呢 它可能 我们现在找到文物最早呢 也是到明代的晚期才出现 那同时期呢 其实明代呢 在丝织品上面 也有这种环式刺绣的 一种工艺存在 所以我们觉得呢 它可能是受到了 这种丝织品的这个影响 而出现了一种链的编织技术 那单丝这种编结技术呢 其实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限制性 就是它可能那条丝的长度有限 所以它偏那个链的长度呢 也是有限的 很难偏一条非常长的那个链 那所以一般呢 我们当然可以用到一些叫接驳的技术 不过呢 古人其实也有别的方法去处理 比如说我们看到明代方蛮木出现了一些进步啊 那可能就是一条单丝偏结的链 然后中间接一个坠式 然后再偏下一段链 那这样呢 层层套结起来 就可以掩盖它这种 就是一条丝只能偏固定长度一段链的 这样的一种缺陷 这个也是可以体现 这个工艺啊 其实影响整个作品设计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讲到金丝技术呢 其实这次我们在展览里面呢 也做了一些复原实验品 然后呢 也把我们光学显微镜 还有扫描电镜的检测呢 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啊 利用这种科学仪器 对这种文物 或者是我们叫做实验考古啊 或者是复原考古 这样的一种方法啊 可以对文物有更深入的研究 那我们这里呢 是有三种不同的金丝 就分别是用垂液法 牛卷法 还有拉拔法制作的 那垂液法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光学显微镜的放大 还有这个扫描电镜的放大 就可以看到它表面呢 有很多不平整的垂叠出来的这个形状 虽然呢 你可能看这个食物呢 是不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通过放大观测呢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 那么牛卷法呢 它呢 就做的这个丝呢 比较细 但是它呢 就是丝的中间呢 是有一道裂缝的 那通过这个光学放大 或者是闪描电镜呢 它就一览无余了 那拉拔法的痕迹呢 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到呢 它表面呢 其实是有一些平行的线 那然后呢 可能这一件呢 师傅在拉拔的过程中呢 就是中间是有些阻塞 那所以呢 它中间呢 还有一些卡住的位置 然后呢 通过扫描电镜呢 可以看到 它中间有一些裂缝在上面 那所以这样的一些痕迹呢 其实是判断这个气物工艺的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科学的检测呢 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不同的技术 在那个文物上面的所产生的一些痕迹 那从而对文物的年代啊 或者是那个各种的工艺的性质啊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那么金丝除了可以制作成精炼 套阶层精炼之外呢 那它也可以相互焊接 变成一个镂空的一个饰品 那像这样的工艺呢 我们一般就称之为蕾丝技术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一对金蕾丝的工灯型耳环呢 就是用蕾丝技术制作的一件精品 那这样的耳环的设计形式呢 其实是流行在明代晚期到清代早期的一种 非常典型的一种 非常漂亮的金饰 那它的那个造型的取材呢 应该是来自于灯 那我们知道可能在那个古代 就是元宵节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 那元宵上面呢大家都会有时候会有些灯的那个游行 那所以这种灯的各种技巧的这个设计呢都会出现 那灯呢在晚上也是非常亮的一种存在 那所以呢就可能是工匠看到这种灯觉得它非常漂亮 那所以呢就把它用在耳环的设计上面 那非常的有趣在那个明目清楚的一些器物 比如说瓷器啊试制品啊 尤其是板画上面呢是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工灯的设计的 那就把这样的一种设计呢融入到当时的手势里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除了呈现我们研究主要所做的 金的镶嵌工艺 还有金丝的制作和应用工艺之外呢 那我们也呈展览里面也呈现了一些其他的基本的黄金的工艺 那最简单的比如说锤叶啊锤叶工艺 那大家知道呢金是一种非常柔软的贵金属 所以呢可以把它机械的加工变形 让它变成各种各样形状的一个器物 那由于金呢也非常的宝贵 所以呢把它锤打成薄薄的一片 再在上面进行装饰呢 也是金器制作里面非常流行的一种技术 那把金打成薄片了我们就叫做锤叶 那在锤叶的那个晶片上面呢 其实就还要制作一些纹饰 那比较早期的做法呢 可能是通过一些工具在上面刻画一些纹饰 但是呢因为金其实是比较耐腐蚀的一种物质 那所以呢如果在上面刻画一些线条啊 其实那个纹饰呢并不会特别的突出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制成一个镂空的纹饰 也可以使它的线条突出一点 但是呢不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形式 那在金上面做纹饰最理想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在背部呢可能敲出纹饰的大概的形状 再在上面呢正面呢再站刻一些比较细致的那个花纹 这种方法呢我们叫做锤叶法 那这个也是我们现代金工所广泛采用的一种工艺 那就是这种被锤正站的方法 那所造出来的纹饰呢就是非常的立体 所以立体的纹饰呢在金器上面呢是非常的流行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我们这里看到的几件的器物呢 比如说这件吐蕃的这样的一个马鞍的这个饰片呢 就是锤叶法做出来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装饰的器物 那当然呢同时期呢因为金比较柔软嘛 所以呢也适合另外一种工艺啊 我们叫做这个磨冲 就是拿那个模具就不停的冲出一些重复的图案 一般来说呢底下可能垫一个木膜或者是金属膜 然后呢中间放一个晶片 上面呢再放一点秤电的材质 比如说柔软的锡啊之类的 然后再把它敲打 那这样的你各个纹饰呢就可以慢慢的磨冲出来 那所以所以呢这个做这种大规模的重复性的图案呢 在精气上面呢也可以比较简单的那个实行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组这样的一个带饰呢 它其实它的纹样呢就是重复的比较多 那要是一个个的那个被锤震战呢 可能比较麻烦 那所以呢推断它可能也是用了模具去冲出来的 那除了锤叶之外呢 另外一种非常常见的那个黄金气制造工艺呢 就是铸造 那大家知道其实铸造呢 那理论上应该是所有精气制造的第一道工序 因为我们采集了一些零碎的金块啊 或者是以前制作一些精气要把它融掉 变成一整块 然后再开始制作 这种呢其实也是经过了一定的铸造的过程 那不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铸造工艺呢 其实是讲首先呢就是做一个空心的一个饭 然后呢再把金呢加热 然后呢再倒到这个饭腔里面去 然后等它冷却 这样把这个饭呢打开取出这个这个器物 这个器物是一体铸造成型的 那这种呢是我们讲的这个铸造工艺 那金气呢其实相比青铜器来说呢 它并不太容易铸造 第一呢是它的那个溶点非常高 超过了1000摄氏度 那所以呢要在那个炉内保持一个长期的高温 保持它的液态的流动性呢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青铜呢是加入了一些铅啊 或者锡啊 别的一些金属 那可以有时候降低它的溶点 那它的溶点不一定有那么高 那所以青铜呢是比较容易铸造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 因为青铜可能数量比较多 那金呢其实是比较宝贵的 那所以呢铸造大型的青铜器呢还是容易 那铸造大型的金气呢 其实非常的非常的少见 那所以一般呢 金气的铸造呢都是一些比较少 比较小见的一些饰品 那铸造出来的金气呢 其实它的表面呢会有一些特别的痕迹 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一对 这种就是云南类型的 这样的一种兽型的那个金氏剑 那其实大家看它的表面呢 就会发现它表面呢 其实非常的不平滑 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小坑 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 经常讲的铸造疏松的一种痕迹 那主要是因为呢就是金叶在液态的时候呢 其实呢它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突然把它冷却 就会产生这种热脏冷缩的效应 那有些地方呢冷却的快 有些地方冷却的慢 那它在表面呢就会形成这种凹凸不平的 这种疏松的现象 那所以呢这也是金气判断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判断铸造工艺就是有这种铸造疏松的这种出现 那不过呢就是在中国在东周时代呢 其实还是出土了不少铸造的这个金氏 那可能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真的是金铜的铸造业实在是太发达 而且呢那个范的设计呢非常的复杂 可以做这个铸造出非常精美的器物 那所以呢同时也把这种青铜铸造的技术呢 应用在金的黄金的上面 但是呢的确金的可能有一些的工艺的细节呢 还是跟青铜铸造一些不同 那比如说我们看其中的一些器物 它可能里面的铸子呢还是实心的 还是有这个连是并不是可能有填充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 并不是完全的一整块都是那个金 那所以呢可能还是跟青铜铸造有什么有一些不同 那么这个可能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那最后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呢 就是我们讲的锡金焊接的工艺 除了这个锤叶和铸造之外 一般以往很少有人这样提这样一种工艺 一般都会说猪化呀就是金猪的 大家知道把那个金做成一颗小猪 焊接在其他器物上的工艺是非常的漂亮的 所以一般都叫猪化工艺 但其实呢金呢制作成猪呢是非常容易的 这个工艺真正的难点在于把这些小的金猪焊接在器物表面 那个温度非常不好控制 那这样的一种技术呢 其实呢也应该是从那个西方传过来的 首先在西啊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出现 然后呢往西传到欧洲 在那个这个意大利啊或者在这个希腊 古希腊的时候呢就非常成熟 然后呢在随着丝绸之路呢传到中国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展柜呢就是在这些细金焊接技术呢传到中国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有早期的战国晚期的一些耳环上面呢就已经可以看到工匠已经可以焊接这些非常细小的金猪了 然后呢到了汉塘时候呢 这样的一种那个金猪焊接技术呢 其实就是在就是在中国的饰 entertaining 是在中国的饰品里面非常的流行 变成了一种应该是倉地工匠非常掌握非常熟悉的一种工艺 那焊接技术成熟之后呢 除了我们可以焊接非常细小的金丝啊 还有非常细小的金珠之外呢 它其实还可以焊接一些金框在上面 那这样的技术呢 其实这样的做法 其实完全改变了这个手势的设计 因为早期呢 如果没有这种细金焊接技术呢 可能那个金器的这个造型啊 样式都相对比较简单 有了之后呢 它第一个造型的样式呢 就是可以非常多元复杂 第二呢 就是有了这些金框 那从而呢 我们可以粘贴 或者是镶嵌一些宝石 在这个金饰上面 那从此以后呢 宝石就变成了我们现代手势的一个主角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 就是这个工艺所带来的 就是对金饰设计产生的一个变化 那像这样一件 这样的一件展品呢 我们叫做金框宝田 那所谓金框呢 就是焊接那些黄金的 就是把那个金的长片卷成一个个框 然后焊接在上面 那宝田呢 就是填入一些宝石啊 或者是 唐代的宝石可能指的是一些玻璃啊 贝壳啊 绿松石啊 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物质 然后呢 把它粘贴在或者是镶嵌在上面 那金框宝田这种工艺呢 就像刚才所说 真的是让这种宝石变成了这个饰品上的主角 那从此呢 大家可能看一件饰品的时候就更加关注它的宝石 不一定会对上面的金工呢 有兴趣 那所以呢 真的是影响了我们当代人对这个手势的欣赏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 其实到5月21号就会结束 那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现场去看这些文物 然后呢 我们也会 其实在展览期间呢 已经出版了同名的这个中国古代黄金工艺2的 一个研究的报告 那这样的图录呢 在文物馆的网站上面 也是可以邮购订阅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金工 特别是错金银 减金银 金丝 还有金链有兴趣的话呢 就欢迎去选购这样的图录 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